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白纸黑字句 是立下字句的 那咱们今天就立下字句了 三年为期 三年之内 我将带着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 和帅女婿 荣归故障 否则 我就回家继承家业 好 那我就等你三年 作者大大 出什么事了 小说页面怎么变成内衣活动专区了 十分抱歉 小说可能要停更了 再有几个小时找不到人结婚 我就要被逼继承家业了 你可以去公园乡亲角找个人赏婚 这倒是个办法 不过这是下下策 谢谢你的建议 我说是保护的 我说是保护的 只要是保护的 宽并是保护的 我说是保护的 你自己的烤鸡 你自己的烤鸡 你这个烤鸡 你这个烤鸡 你这人帮哪个人找 你这个烤鸡 就这个烤鸡 你这个烤鸡 距离继承全宣布 还有三个小时 爱你的父皇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人生要完了 我的事业也要卸菜了 简安 真是女大师八辈啊 阿姨早就说过 你从小就是个美人配子 那当然啦 唐阿姨 这是我的闺蜜小夕 唐阿姨好 你好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们 唐阿姨 你今天来这儿 是不是帮自己孩子 找对象的呀 是啊 我儿子打小就和简安认识 普通普通 这个普通 简安啊 单身哪 那个唐阿姨我就先走了啊 你们聊 简安 你好好陪唐阿姨聊聊 拜拜 真是岁月催人哪 传言你和伯妍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 关系是很好的吧 那个小的时候 陆伯妍对我的确是挺好的 听说你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了 阿姨都见不着你了 一块吃个饭 咱们俩聊聊天 走 哎呦 我还有那个 妈 薄言 简安 你看谁来了 突然是这薄言吗 还弄谁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欢迎 热烈欢迎 我真的没想到 你有这么瘦的一天 托你的福 来来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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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简安 坐下来吃饭啊 简安啊 薄言呢 这些年一直在做投资 发展得还算不错 而且也一直单身 简安啊 嗯 你觉得我们家薄言怎么样啊 挺好的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而且啊 也都老大不小了 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哦 好 好 去吧 爸 这时间也太短了 您再多给我几天时间 不行 还有最后十分钟 协议生效 你呀 就给我乖乖地 继承我的股份吧 赶紧回来 爸 那可是你逼我的 你又想跟我玩了一家厨子 我是不是 告诉你啊 这次门都没有 爸 哪有拿自己 亲生闺女的终身大事 来做威胁的 再说了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 你的内衣公司 喂 爸 我娶你 啊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啊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啊 两位离婚到左手边的 第二个房间 这里是办结婚的 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哦 户口本 你们双方是自愿结为夫妇吗 算是吧 照片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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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一点嘛 微笑啊 来来来来 微笑 微笑一下啊 三二一 啊 没错 我们看到新郎新娘真是情意绵绵 此时 新郎 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做戏当然要做全了 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